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粤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羹人 作者卖爆小狼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342集头脑风暴 四皇子是激动的打断 不可能母后不会做这种事 殿下别急 我还没有说完 许清安望着怀庆 陛下可有什么证据 怀庆摇头 没有 是母后自己承认的 这许清安把小眉头皱了起来 这就奇怪了 如果陛下没有证据 皇后为什么要承认 既然皇后都承认了 她又为什么还要派人暗杀我 这就存在悖论了 四皇子叹息 正因为不知道 所以才来找你 许大人 你屡破其案 如果京城还有谁能在短时间内 查出真相 还母后一个清白 那么这个人就只有你了 许清安喝下入座后的第一口茶 我刚开始接手案子时 觉得扶飞案不过两种可能 一 太子确实九互乱性 害死了扶飞 二 有人构陷太子 谋夺东宫之位 勘查过扶飞的清风殿后 我可以断定 太子确实是被冤枉的 那么这个案子就属于第二种可能 有人想构陷太子 顺着这个思路往后查 各种线索无疑不是指向皇后娘娘 坦白与两位殿下说 就在刚才 我也在怀疑皇后 怀疑是他派刺客暗杀我 但得知皇后承认自己是幕后真凶 我突然对这个案子产生了怀疑 那么 幕后主使者的目的 就不是构陷太子那么简单 是一石二鸟 但我有个疑问 皇后身居简出 四皇子也不是太子 幕后主使为什么要把矛头指向皇后 图的是什么 总不能是后宫之主的位置吧 有一个禁狱十多年的皇帝 后宫之主的宝座有意义吗 委员放下茶杯叹了口气 首先 四皇子不管是不是太子 他都是陛下的嫡长子 其次 幕后主使者 是冲我来的 什么玩意儿 许清安茫然地看着他 魏渊沉默了一下 解释道 魏家与上官家是视角 皇后复兴上官 这样啊 也就是说 魏渊和皇后是政治盟友 属于皇后的外戚 难怪怀情公主是魏渊的半个徒弟 所以伏妃的案子 表面上是构陷太子 其实针对的是魏渊 魏渊毫无疑问 是属于四皇子党 一个伏妃案同时搞定 太子党和四皇子党 厉害了 许清安暗暗则说 父皇今日场会上 罢免了魏公走渡御史职位 嗯 这不合理啊 就算幕后黑手 想通过扳倒皇后来削弱魏渊 那也是折损魏渊的盟友 变相的削弱 他的势力才对 这么皇后一出事 元景帝就立刻罢免魏渊的 一层重要身份 搞得好像幕后主使 是元景帝似的 等一下 哎 等一下 假设皇后是构陷太子的幕后黑手 意图是扶持四皇子成为太子 元景帝知道这事后 立刻削弱 敲打魏渊 嗯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元景帝对魏渊很忌惮 许清安突然明白 元景帝为何选择立数出的皇子为太子 而不是皇后所出的四皇子 皇后和魏渊是政治同盟 若是立四皇子为太子 换成是我 我也寝室难安啊 收回发散的思绪 许清安把心思放在案子上 于心底重新梳理扶飞案 随着许清安陷入思考 茶室内沉默下来 只有四人轻缓地呼吸一声 太子从陈贵妃那里喝完酒 返回途中遇到黄小柔 受邀去了扶飞的清风店 太子当时确实对这个父亲的女人动了歪心思的 随后呢 夫妃坠楼身亡 太子成了遗犯 被关押在大理寺 我查出夫妃是被害死 太子招人构陷后 第二天 黄小柔的尸体就在谢阁被发现了 太巧了 太巧了 难怪我当时觉得不对劲 黄小柔是被灭口而不是自杀 那么行凶者为何偏偏要选择谢阁呢 杀人灭口的话 偷偷埋了也比抛尸井中要好 退一步说 深宫内院 水井少说也有数十甚至上百 却偏选择一个人口密集的容易被发现的谢阁 这他们就是故意的 故意让我们发现黄小柔与皇后的关联 我一开始的猜测是错的 黄小柔不是害死夫妃的凶手 他只是道具 让我们把怀疑对象锁定皇后的道具 不对 骗太子去清风殿的确实是黄小柔 太子会说谎 但他身边的侍卫不会说谎 这太容易甄别了 而且能布置现场 暗中破坏护兰 又甚至扶妃习惯 知晓他与贾老公恩爱 这一切都必须是贴身的大宫女才行 如果这一切不是皇后做的 她为什么要承认 或许是有什么原因让她不得不承认 皇后在害怕什么 这必然和这个案子有关 案子里牵扯到的主要三人 分别是扶妃太子和宫女黄小柔 而这三人里 唯一与皇后有联系的就是黄小柔 黄小柔 各种纷乱的想法猜测在心里闪过 许清安结合自身得到的线索 一步步的推敲着案件的经过 想到这里 许清安突然醒悟了什么 从怀里摸出一节色泽暗淡的黄绸布 上面绣着红艳艳的莲花 以及一行字 远景三十一年春 怀情公主盯着黄绸布 这是姑女黄小柔身上的 对 许清安点点头 怀使三人最后又落在怀情身上 殿下 我们只知道皇后救了黄小柔 但是有两个疑点 不知道你有没有察觉到 怀请摇头 第一 皇后为什么要救黄小柔 母后向来宅心仁厚 为救一个宫女 耗费灵丹妙药并不奇怪 皇后或许是个好人 但这不是重点 许清安摇头 那皇后为什么要关注一个宫女呢 还派凤七宫的和尔盯着她 怀请猝起了小眉头 本宫问过母后 母后不说 第二 宫女黄小柔为什么要自尽 许清安盯着黄绸布 答案 就在这里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讲故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